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周期第四届众神云集的华盐万神博览会 于十四日起在南投县陆古乡大华盐寺盛大开幕 由大华盐寺搭起宗教交流的桥梁 我们寄望所有产阳推动人性真善美的各大宗教共相圣举 透过万神博览会的宗教交流与互动 增进宗教友谊消弭战争 促进人类的和平和谐与福祉 一连五天的万神博览会 全台上百尊神明今生 驾临大华盐寺 场面壮观 吸引全国民众慕名而来 民勇起福 一睹众神风采 宗教的意义 即是护佑众生 各宗各派殊途同归 大华盐寺希望打破民间信仰之间的繁离 登高一呼 号召宗教团体共相圣举 邀请各地神尊同怨同行 凝聚正念善心 使信众同目神恩 无论求健康 求姻缘 求仕途 一次保佑 与众神结缘 各地神奇拥有不同的故事背景 在地文化 万神博览会的宗旨 便是齐许台湾 既有丰富多元的宗教风貌 能够贴近民众 透过无感体验 感受宗教文化的魅力 透过武师古镇 活乐 原住民舞 银师会等热闹非凡的庆典活动 呈现各个宗教独一无二的特色 此外 万神博览会 响应观光价值 推出百尺长卷 与银师会的活动 与社区结合 邀请108位舒逸佳 携手在长卷上挥毫 提写诗文 共同推广艺文精神 万神博览会 开启了佛道与民间信仰的互动往来 让民众一窥传统风俗 信仰的多样性 透过论坛 银师 书役 禅修 及各式庆典展演 开启了宗教之间多元 且深入的交流 宗教不仅是信仰 也是凝聚众人正面的一门艺术与文化 我们大华岩市 要举办这个万神博览会 是因为 我们这个大华岩市的普光明天 成就了 在我们和尚修法中 我们的毕如哲纳观音 这个正法伦生的观音 他说 一千多年了 这是在唐朝 那个武则天时代成就的 到今天一千多年了 他希望跟各自已的神尊 有一千多年没见面了 所以希望 办这个万神法会 那取的名字呢 是万神博览会 是地藏菩萨交代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请万神博览会呢 就是要希望 神明啊 神尊是要教化信徒的 教化信众的 那因为我们现在的 信众跟公尿的文化里面呢 只会 拜拜 供养 跟宝贝 祈求 所以对于这个教化的时间呢 对于他的信众 教化就失去了 这个机会 所以希望呢 这个 观世音佛祖呢 希望这个 跟众神尊呢 希望能够用神尊 请各宫庙 都带他的信徒来 带他的信徒来 然后我们是请 今年 我们是 请示的 由这个 如主 黄如主 他在 请示说 我们今年的论坛 是由 观圣地军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不是简单的 一个来 礼拜 朝请 做热闹 所以我们是希望 这个万神的文化 能够万神的教义 能够请神尊们 能够发挥 发表 他的礼录 能够怎么爱护市民 这个爱护众生 怎么教化众生 所有的各宫庙的代表 以及我们大华原市的 所有的干部 大家还有师傅们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是地属于财团法人 苗栗县 南庄乡 师山劝化堂 担任董事长的一个职务 那这一次啊 这一季啊 被委认为这个 万神博然会的儒主啊 其实呢 是诚惶诚恐的 尤其前几天 就有台风警报 太帝台风警报 还有另外一个 度苏内台风警报 还好就是诸佛菩萨的 威神力啊 以及众神的妇佑啊 让这个台风远离啊 看到这个风和日地呢 我非常的高兴 内心非常的喜悦 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海员 季梦和尚啊 举办了这样子的一个 万神博然会 提供我们大家呢 互相观摩学习的机会 同时呢 促进了这个宗教的融合 大家都能够互相尊重包容 所以在这个五卓二世的时代呢 我们的宗教呢 它是必须要散尽社会的责任 同时很重要的就是说 你要发挥那种积着阳青 波乱反正 在这个五卓二世的社会呢 注入一股清流 大家共同的来肩负起 就是能够扬善 正向 正能量的这样子的一个 在这个社会上呢 来影响大众 同时呢 也希望这次的博览会啊 能够就是 让大家呢 都能够就是说 不分教派 不分宗教 不分派别 大家共同的来 就是 为这个社会呢 尽一份心力 创造一个理想和谐的 圆容无碍的 一个大同事件 所以这几天呢 有安排一系列的活动 包括明天的一个万神论坛 是关圣帝君的论坛 有很多的专家学者 立临来发表他的论文 希望大家呢 有时间也留下来 还有就是后天 有百尺长卷的现场辉豪 是有108位的苏卡家 在这边现场辉豪 所以那个108尺的长卷 是特别 大法院是向大陆去定做的 宣纸 所以很壮观 很不容易的 然后还有三天两夜的 参观的体验 希望大家呢 都能够身心得到 身心灵都得到健康 还有很多的神尊 他们的一些的镇头的表演 所以这五天的系列的活动呢 非常的丰富 是否 請剪彩 請貴賓將我們的彩球先拿在手上好嗎 請貴賓先將彩球拿在手上 讓我們在這邊走 請貴賓先 貴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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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萬神博覽會期間 第一屆萬神論壇同步開講 本屆論壇是以官聖帝君為會議主題 導師海雲和尚認為 萬神論壇是信仰理事與因果的雙回向溝通 因此論壇的主軸除了以理論印證神機外 也倡導宗教和諧交流對話 不同的宗教信仰互相交流 充分表達你我之間的不同 每個人都有各自的信仰 都因發自內心尊重對方 現在很流行宗教對話 但事實上都浮予交際應酬 相互拍拍馬屁 那我們真正要探討的是彼此的差異不同 而造成的衝突 血流成河的這些根本原因 所以我們就直接叫萬神博染會 真正我們要談的是神德它怎麼展現 一定是透過人倫來表達 我們要把神德展現出來 那神的交流就很重要 神的交流我們不知道 那我們人要能夠做到交流 不同的宗教信仰要相互能夠交流 要表達我跟你的不同 我就堅持這個 但是呢我也承認你的 我要包容你的 我們有我們各自的信仰 這個是不可動搖的 表面上去虛與尾蛇沒有意義 所以真正我們宗教對話交流 要勇於提出彼此的不同 但是呢要尊重別人的意見 接納別人的意見 包容別人的意見 這不是恥辱 這是心胸寬大的一種現象 我們大家講的都要一樣 那就沒意思啊 可以有不同的意見 要麻要辣 才會有糖醋 不能夠只有一味都是原味 那其他就文化就沒了 美食文化就來自於各種不同的口味 同樣的我們的宗教之所以會產生奇蹟 就是我們有各種不同的信仰存在 而這些信仰在這麼樣一個寶島上 它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它能夠彼此互相的尊重跟包容 它也勇於表達我的不同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台灣的生命力很旺盛的原因 是有些願意見 就是我們想要提醒 但是我不用奉養 你知道,你們會離開 每次集成的松果 就是他們想要的 我們來自找的 合作一萬二百步 來自一萬二百步 來自一萬二百步 來自豪 无望无疑 从此心情 此处是我心灵 谢谢 书法是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更是华萨文明精髓的代表 书法的精神在于心 可以说书法在一定的程度上 诠释了一个人乃至一个社会的精神风貌 现今书法的艺术地位不减 但随着时代演变 硬笔取淡了毛笔 在生活中逐渐视为 为了重新推广 在此次的活动中 亦安排百尺长卷 邀请众书法家共同参与书写 希望能将此门艺术重新发扬光大 我们书法是中国人最足以赐好的文化 华人的领域里 文化和艺术是我们的两个人 所以在我们的重要活动中 我们会有文化的体现和表达 我们会在这里说起我们这一代伟大的诸华主作 也要凝聚我们这些辛苦耕耘 深化的文化精华工作者 这些书画家 今天我们举办历史上第一次的百米成卷 是为这一个洪流文化每一年不断的洪流中 来注入一个新的时代的象征 我们希望这伟大的文化不要被中断 要不中断那我们就要努力 我们不努力它可能就会中断 尤其时代间变化 这些活动可能是我们生命中的精华 现在都已经被边缘化了 我相信讲到这里有五百万 我相信你半夜就会冲过来 你说这里有人在写书法 那你就会说看看有空再去看 看懂吗看不懂那就怎么办 我们最重要的生命经营已经被忽略了 我们希望重新把它换洗 也希望各位能够给予我们支持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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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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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全世界的人欣赏 并以传承回己任 让这有底蕴 有内涵的文化 远远流长 这一会啊 确实是很殊胜 我一直在找一个切入点 把我们中国文化 带出来走向世界 因为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波罗门教走不出印度 儒家走不出中国 佛教可以从印度到中国来 就可以从中国走到全世界 我们有信心 中国传统文化 到底能不能普及于世界 我现在跟各位举个例子 你现在在这个时候看不懂 一定看不懂 什么叫美丽 什么叫美女 今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美女 没有年龄限制 不是只有年轻才叫美女 美女谁说一定是年轻的 我们刚才在台上 你一直看下来 真正的美啊 就在我们这里 它有内涵 我们这几千年吟唱下来的 是真正的音乐 我们想跟你说有班有聊 有版言 不是没版言 然后这里面所烘托的气质 我们刚才看到小朋友 厉害啊 我们看到真正的第一美女 我们入骨香的姑娘 她那个唱歌 绝对不输于所谓的歌星 真正的中华文化 就在我们这里 各位的沉淀 淬炼 这一套祖先的东西 不会在我们手中消失 我们应该把它 运用现代的科技 跟资源 来分享给全世界 我们积淀几千年来的这种传统 这个传承 我们要接下来 我们还要传下去 最典型的代表 陈世卫老师 还有刚才台上表演的 都是传承者 都是传承者 我们非常赞叹 也非常高兴 希望我们也能够尽一点力 把传统文化 发扬光大 让它远远流长 我们的祖先 会因此而感到骄傲 感到荣耀 我们的祖先 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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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恒 海云和尚齐许 每年的此时此刻 都能举办宗教祭 邀请各个神尊驾铃 扩大发挥 教化功能 透过每间公庙 特有的传统特色 表演与共样 南馆 北馆 国乐 武道 吟诗 书法 持续扩大交流 你来我往 不是单一来往 而是能够真正充分交流 如此一来 社会定能和谐 达到人生圆融武汉的境界 我们这一次万神博览会 这样子 今天第五天 算是圆满的结束 我要很感谢我们 王董事长 还有我们的 徐董事长这样子的热烈的支持 才有我们这一会 这个万神博览会 可以说是 藏佛的微神力 以及众神的妇佑 最重要还是 海云和尚的这种获得债务 他的德行天下 的感召啊 所以我们这几天的天气都非常的好 非常好 顺利的圆满的来举办了 这么盛大的 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今天很高兴能够代表 南投县政府 代表林县长 来参加万神博览会的开幕典礼 看到我们的现场 气氛这么的热络 这么的欢腾 我也跟各位一样 也是满心的欢喜 第一次来到我们大华岩市 非常的荣幸 非常的殊胜 在这样的一个场合 万神博览会 那因为 其实我们海云师傅 非常注重这个 非常尊重 我们这个 其实佛道都不互赐 所以说 我们也很尊重我们这个 德国的心性 公庙里面 其实我们这是一个 中华民族五千来的 底印的底子 我们是不是可以 普及化 让各学校 老师 然后去把它做为一个 户外教学的一个 很有意义的活动 那在这里 我也要代表 南投县政府 感谢大法研事 也都配合政府 来倡导公益慈善的一个事业 特别是推动社会教化的工作 像这一次 就展开了 围棋五天的 一文祈福之礼 让我们有机会 能够看到 各个公庙的 不同的一个原格 还有各个公庙 也都具有 主题的故事 甚至于 很多那个在地的文化 也都可以藉由这一个活动 让我们能够深入的 了解 让我们看到 台湾多元 宗教文化的一个 豐富性 所以说我们这个 只是一个谦卑的呼吁说 各个宗教 能够像我们这个 万神博览会的精神一样 互相尊重 理解 所以说 我感觉这个多重 有意义 第二次 我想 一定会越来越盛大 这边也祝我们这个活动圆满順利 我想 在此呢 除了祝我们的大华元寺 香火鼎盛 此处最吉祥 也祝福各位善性大德 大家的智慧增长 常驻菩提道中 谢谢大家 谢谢LB考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